吴思瑩醫師 我有睡不著的問題 請說 但是我不想吃安眠藥 請問一下市面上傳說 退黑激素非常的有用 是真的嗎 這個東西如果用科學 醫學的證據來看的話 大概在這十幾二十年 有不少的研究 但是大部分的個案數都不多 那有一些綜合同合的分析 來整合這些研究 發現他們似乎有一些效用 但是那個效用都是輕微的 所以也許 統計起來他們可能 幫助你的入睡有快幾分鐘 睡眠延長也許也有十幾分鐘 但是那個效果並不是 非常強烈明顯的 那麼的有效 所以還不如真的有需要的話 吃安眠藥或鎮靜劑 還會來的幫助比較好嗎 我們會建議非藥物的方法先使用 比如說 比如說你能夠在睡前 能夠有好的放鬆身心的方法 平常有規律的運動 然後要保持一顆愉快的心 比如說自己的生活安排 不能只有家庭工作這方面的責任 要事實的談戀愛 然後要培養自己的樂趣 讓你的生活是有成就感 然後有享受愉快的感覺 這些都比藥物或者是還沒有確認 療效是不是這麼的明顯的健康食品 來的對身心是更有幫助 所以無思寅醫師的意思就是說 退黑激素在目前的科學上面 沒有明顯的證據 是對於幫助失眠有幫助的 對不對 有那麼強烈的效果 有那麼強烈的效果 但是在台灣買得到退黑激素嗎 如果我還是想要試試看的話呢 目前主要都是從歐美 像是健康食品買進來 不過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他目前在美國是FDA 並沒有列管的 因為他是一個健康食品 所以他的安全性 並沒有非常嚴格去被審視 對 那他有沒有長期使用的 一個對身體的副作用 因為他畢竟是身體的 一個內分泌的激素 他會跟其他的身體系統 包括生殖內分泌 或者是你的免疫系統 都會有一些互動 所以他的安全性要非常的小心 是 所以目前退黑激素在台灣 基本上是買不到的 而且他是禁藥 所以請大家記得 如果你真的有失眠的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到好心肝門診中心 來找吳思穎醫師 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可以睡得非常好 感謝大家 掰掰